那个书里面给我们的答案是这样子 就是if l,然后mid,然后...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一起 这个如果一般人看半天可能还会,可能 除非你已经对这个非常熟悉 不然的话这个怎么得了 这个说真的连我都自己觉得 这个要是我也不会这样写 这有点像至少麻烦 为什么?因为你将来全部写在一起 一次要写对的机会非常低,一定会错 那错怎么办呢?你可能又要再头痛了 可是如果你拆开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样你会比较好解决 那这个概念有点像零件 反正哪个零件坏掉换哪一个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全部把它拼在一起 都不能拆解的话 那个东西就不好用了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书里面提供的最后的答案 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再参考一下 我把它拆开 拆开来OK 那这个是第一个 用内建函数的 那内建函数当然它的缺点是 你必须要懂的这些的使用方式 也是可以做到 但是你下一次要做还是要再做一次 可是如果用VBA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这个地方复制一下 那复制怎么复制呢? 按Ctrl键 再拖拉那个工作表 这样子有没有 就会多复制一个工作表 把名称改成叫VBA好了 那VBA我大概讲 就是大概可能比较方便的方式 就是大概就这样 最好是加个按钮 有没有 就是什么 刮弧字串 按下去 做好了 清除都有个清除 另外一个刮弧字串底线公式 这个跟上面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按这个 这里面显示的是最后结果 OK 这个呢 是丢一个公式进来到格子里面 那因为你丢一个公式 它会自己帮你执行 所以执行完之后的结果 也是最后的那个 我们要的刮弧里面的字串 那只是说这两个 大概哪一个比较好呢? 当然没有定论 然后因为这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前面的东西已经写好了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直接复制 贴到那个我们VBA里面 让它去执行 可是执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里面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要变成两个 它这个有个规则 如果你要把那个 你原来的公式放在VBA里面 变成一个按钮被执行的话 可能需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如果里面有双引号 你要帮它再补一个 一个变两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那个列号 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第二列 所以你要把这个列 改成它的那个变数 一般是I 要把它变 就两件事 那就可以执行完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VBA大概就是 会有这输出结果跟公式 然后清除 最后的话就是 插入这个制定函数 会有一个叫做 就是什么 刮弧自创函数 有没有 然后呢 一样嘛 反正这个应该不陌生 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如果有刮弧会自动产生 如果没刮弧也不会出现 那这个该怎么做呢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这个部分是VBA的 那当然相对难度比较高了 如果你做完之后 这应该力劳永逸了 因为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掉了 好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一样切到Visual Basic 那我要怎么样 先做哪件事会比较简单 一般我是比较建议 你先把清除功能先做出来 OK 清除怎么做呢 首先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里面的名称 叫做清除 是一个Sub 因为特别注意 将来如果是一个按钮的话 通常会对应的是Sub 如果是插入函数要显示的话 一定是对应到方选 那这个讲很多次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就是一个Sub 名称的话呢 叫做清除 你把清除打上去按确定 它会出现中间没有的状态 然后呢 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跑一个回圈 清除哪个范围呢 清除第二列到第十列 哪一栏 B栏 所以写出来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因为前面有写蛮多次 所以我就直接来看 For就是指的是 我要从第几列 第二列 一直到哪一列呢 从A2向下追踪 A2 指的是A2儲存格 向下追踪到返环哪一列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就是它会自动向下追踪 回来就是10 所以是2到 这个指的是哪一列 第十列 所以回来会是这个10 OK 那做什么事呢 把它旁边同一列的B栏里面怎么样 放一个什么东西呢 放一个空字串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等号 跟以前你们在学数学不太一样 它是把后面的东西放进前面的意思 那个等号 跟以前 我觉得好像跟以前那种 1加1等于2 那个不太一样 这个比较像是赋予 把后面东西赋予到前面去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我们会有个清除的这个功能 那你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再来看什么 假如说我希望把什么呢 这个瓜糊公式放进去 结果一样 那我要怎么做 我刚刚讲过 当然第一个 你可能已经写好的一个公式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放进那个回圈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你可以 假设这个没 这个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把上面的这个清除怎么样 直接复制贴到底下 改一个名称 OK 然后呢 原来这里面应该是空的 那我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公式 原来是这样的 清除不是都没有 对不对 那我可以把刚刚那个公式 直接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执行 丢到哪里呢 丢到一样I列的B栏 丢什么东西呢 丢刚刚这个公式 那我讲过 这个公式要放进来的话 你可以复制 先取消一下 因为如果没有取消的话 等一下那个VBA那边 没办法切过去 取消一下 那你需要注意两件事 就两件事 第一个 请你把一个双引号变成两个 那什么方式最快 我建议用记事本 把它贴上 对不对 一个怎么变两个 编辑里面不是有个取代 很简单 就是一个变成两个 这样子 OK好 那你想说 那为什么不干脆就直接自己慢慢做 因为有的时候就真的 连我有时候都会漏掉一个 所以用取代会比较 不会发生错误 取代一下 OK好 你会发现 一个变两个 这个时候你不要再按 如果你再按下去 它就变两个 变四个 那就错了 OK第一个 请注意 如果你将来要把一个公式放在一个按钮里面按下去 自动帮你执行的话 第一个 一个 变两个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这个 二将来改成那个I 那那个I的部分 我们就是不能说直接把这个I放进来 记得一定要怎么样 把它切开来 放进来 那怎么切 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选取二列 然后呢 先把它切开就是 干脆直接先放到 先取代好了 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 记得是从清除复制过来 贴过去 好 再来请你把这个二 改为I 特别是因为我这边前面有一个字串开头 后面有一个字串的结尾 那我如果要把I放进来 你不能随便放 记得要先把它切开 双一号双一号 就跟那个Excel那个公司差不多 那end end 再加一个I 加一个I 那他就会帮我把这个数字啊 二三一直往下变动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那个end符号前后呢 记得加空白 因为比较麻烦 VBA里面的end符号不像Excel 不用空白 可是VBA要空白 那做好一个之后 我是建议啊 因为这边不是还有个2 A2对不对 这边还有个2 这边还有个2 总共会有后面好三个 包含原来有四个 那怎么做会比较快 不过这个可能需要习惯一下 有没有刚刚做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怎么样把它复制一下 在这个2的地方贴上 这样就做完了 那这个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习惯 因为这个东西最容易错的就是在这个东西 这个动作上 那如果你做完之后呢 再来就是说 在前面加上一个按钮 我这边有一个 插入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控制箱里面的按钮 那你就可以选取它 这边找到我们要的这个 叫做刮壶自创公式 复制一下 主要是上面的名称它不会自己 自己显示把它贴上 OK 好做完了对 清除 按下它 OK 这个时候呢 就自动帮我把公式丢进来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个是 那这个方式的话 几乎在所有任何的 你的那个esail里面都可以这样做 而且它一个回宣不止执行一个公司 如果你有很多公司 你可以全部一次执行完毕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最后完成了 假如说你可能比较基础比较弱的同学 也不用担心 刚刚讲的这两段 在云端上也有 最重要就是说你要知道原理原则 然后最好当然可以在上课的时候多演练 回去的话还是花一点时间 这些都熟的话 以后用在工作上就非常容易 因为你有本来已经写好的公式 只要掌握两个地方的要诀 就是双引号 一个变两个 第二个是原来的公式里面 假设有列号 比如说二 那你也把它改成I 那改成I的方法 就刚刚那样 就是这两个 不会有其他的 这两个规则 记起来之后 以后你原来的公式 就可以马上变成一个按钮 那当然你一次不只输出一栏 比如说你B栏 C栏 D栏 E栏 后面全部一次 只要把它放在回圈里面 它就会一次全部帮你全部做完 OK 所以这个方法我想也是 还蛮方便的一种方法 OK 试试看